Hello 大家好 我叫阿Kim 今次我想介紹一個外掛電腦 我是在Folder買的 現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政府有些消費券可以買什麼 其實如果你看了我這一課分享之後 你可以去考慮買一個Racechip來玩一下 我買的時候它在做優惠的 4600多 我稍後都會貼到留言 大家可以去到連結那裏 如果你想安裝的 我現在開著Zeraco 1.4 之前都有留意過升星Stage 1 但它最多加到200匹 後來發現GTS這個外掛電腦版本 可以加多46匹馬力 總共是160匹馬力到206 扭力多於72 總共是312匹馬力 安裝了外掛電腦後 耗油量會低 扭力和馬力也會提升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將來買一部新的Turbo車 你可以叫它們幫手Reprogram 然後 整個 GTS外掛電腦可以過到你下一輛新車 他們Reprogram服務大概$2500左右 幫你安裝、擦和付出新鮮 這樣就完全會影響到你部車的原裝電腦 到時你買車都方便 起碼會動到你的電腦 整個裝的過程大概是3至半小時之內 非常之快 還有它是有5天免費使用的 即是你可以試了適合用的 你覺得爽的話 你就給錢買 如果你覺得不適合用的話 也可以隨時免費用的 稍後一段影片就會試一試 裝了GTS版本的Race Trip 究竟它的扭力加大了多少 以及我的用家的心得 到時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究竟我需要最熱裝 今天我的朋友都過來一齊試車 他就駕駛HONDA的660 Total64匹 車就6589cc 他其實都在考慮裝Race Trip 外掛電腦 不過檢查過 他最多都可以裝到ROS的版本 多10匹和23扭力 我現在開了5度 開了6度 很爽 現在可以了 現在涼了 總之按下6度 加速很快 之前是沒有這種感覺 我試過昨天坐4個人 然後用D mode 很爽 完全沒有軟 很重 之前4個人簡直就不動了 真的不得了 如果我調到6 直接是響太飆出去 差很遠 去解放 我們看看對面 是不是要轉進去呢 轉不轉去看 轉進去看 好像在這裏 應該是在這裏 聽回出去 應該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呀 就在這裏 這樣衝出去 是呀 我記得是這個位置 原來就是這裏 我 我 是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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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S版本有零度至七度,零度就是沒有開,七度就是最強 每一個度數限制著不同的馬力和扭力 正常夏天是五度,冬天是六度至七度 使用後的感覺是,如果我踏地板油,3至4秒已經升到100 比起以前的車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我乘車多過三個人,基本上是一輛車來 怎樣踏地板油都會慢慢上升,也不是很感受到有Turbo的感覺 現在安裝了GTS後,很明顯是踏兩三秒後已經上了過半 而且有一次我開到六度,然後踏地板油,基本上車是飆了 所以我安裝了之後,我覺得它會給到很大的驚喜 接著就到我的Bench Honda 660 它改裝了HKS的防禦挖路和HKS的中指尾口 它專程今天過來,就是想試一試我的機器加上外掛電腦之後 感覺如何 接著它就會去考慮買一個ROS版本的外掛電腦 在旦間上,只要你會說不定 在旦白線上呢,只是在旦白線上 在旦白線上,只要從旦白線上 在旦白線上有機會 在旦白線上,其實是沒有人的 它是旦白線上,就是旦白線上 有旦白線上,是旦白線上 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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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一個SERRINE模組的升級MST風箱 和RES電子開關中置尾頭 今天就這樣 大家喜歡這段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 幫忙訂閱和按鈴鐺 拜拜